好的 欢迎回到GAS的看一期少一期的玩具评测视频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介绍的内容是 这个Deluxe Holy Wing by Stamp 没错 我们的假面骑士Live大二终于是有了自己的强化形态 说实话 一开始看到情报图的时候 一直以为这篇这一个全套才是大二的强化道具 没想到居然是败死的 按照惯例 我们先来快速的开销包装 正面 左边 右边 上面 下面 背面 好 那么包装介绍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先把它打开 看看本体表现如何吧 那么打开之后呢 这么一个大塑料色 上面还有一些很明显的水口的玩具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打开之后呢 依然是没有说明书的 想要看说明书的话呢 就扫包装上面的二维码 在这个地方扫出来的话呢 里面有一张彩色的网络说明书 先来看一下本体外观 刚拿出来的时候 正面看过去有涂装的地方 是只有正面的这么一个鸟 这个应该是天鹅吧 鹅头 背后的话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live的脸 是这一次强化形态的样子 翅膀部分呢 是一个软胶 而且是有头胶的 这个直接摆到正面来了啊 好看啊 镂空设计 顶部的话有两个按钮 按下上面这颗按钮的话 翅膀就会展开 就是这么样一个感觉 展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翅膀内部的细节 螺丝钉 它是用这么样一个卡榫跟它连接的 金色部分是涂装 然后白色的这个看起来像是左轮弹匣的设计里面呢 有一个LED灯啊 这个灯是直接外露的 并没有给到任何的遮罩啊 这个像左轮一样的结构也是不能够旋转的啊 它是直接粘死的 底面的印章图案长这个样子 电池舱盖里面是三节LR44的扭扣电池 它已经帮你安装好了 我们直接拔开就可以用了 那么外观介绍就是这么多啊 我们直接来听一下它的单体游玩音效 首先啊 按动上面这个按钮 会有一个念名字的音效 是只有一种音效的 扣动这边凸起来的按钮 会有这么样一个音效啊 同时翅膀展开之后再按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和尚是有音效的 然后两个按钮一起按的话 是没有特殊音效的 盖章 盖到一半 依然是会有带基因的 跟音效在进行联动之前呢 我要说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我手上这一只个体的中奖 这个翅膀展开呢 并没有官方演示里的那么顺滑 就是我按一下这边的按钮 看没有 按下去之后这个 翅膀并没有马上弹开或者是怎么样呢 它是需要 靠这个重力 稍微展开一点的 展开之后呢 它也不是一下子倒到底啊 而是卡在这么一个中间的位置 这可能是转轴部分两个零件贴的太紧了 我还不清楚是通病还是中奖啊 之后如果有人买了出现同样的情况 也可以来弹幕或者评论区反馈一下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跟腰带的联动音效 可以听到两个形态带机音是一样的 而且带机音是由印章发声 不是由腰带发声的 拔下来 扣动这边这个机锤的按钮 然后扣动扳机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变身完成了 变身之后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 可以看到这边金色的图案呢 就跟枪模式的金色连接上了 让翅膀展开的按钮变成了一个鸡锤的感觉 再加上这边的转轮弹仓 整个就是一个长得很奇怪的左轮的感觉 变身完成之后开枪 音效还是一样的 是由腰带本身发出来的 然后再来听一下必杀音效 一共是有两种 首先第一种把翅膀收回去 然后再次按动机锤展开 扣动扳机 它这个收起来在打开的操作 其实让我想到T黄的Lider Jump和Lider Kick 然后第二种是直接在展开状态下 扣动正上方的这个按钮 然后扣动扳机 好一共就是这么一个玩法 那么再收起翅膀 直接扣动顶部按钮的话 它是不会有任何音效的 是只有扣动这边的机锤才可以触发必杀的 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刚才的操作 如果想要翅膀完全展开的话 最好是在展开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颠一下的动作 这样子 大家可能也会在意 如果直接在键模式下面变身的话 会是一个什么音效呢 音效是一样的 而且大家看到了 直接扣动腰带上的扳机按钮 也是可以触发变身音效的 键模式下的攻击音效是不一样的 然后必杀机音效应该也是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必杀啊 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跟 Demon's Doraiba 还有跟Levice Doraiba的联动音效 那么首先来听一下这个Demon's Doraiba 可以听到音效呢就是通常的音效 然后图案也是跟这边这两个特别的印章一样啊 是Extra Demonaires Demonaires Demonох D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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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变声完的话直接去展开印章 也是没有任何音效的 扣动按钮也是没有任何音效 我们进入 正常的必杀是可以释放的 然后必杀的时候扣动按钮来试一试 有这么一个音效 然后如果展开呢 这个时候没有音效 那么 这个时候展开 也是没有音效的 他在离白斯多莱把上面 也是可以正常触发一个变声音效 和两个不一样的必杀音效的 这样子的话没有买磁赛多莱把 只有离白斯多莱把也可以听到他的正常音效 这个想法挺好的 只不过因为没有追加音效 让我稍微有一点小失望 戴哥就是不太懂惊喜 这个是跟目前为止的三条腰带联动 然后我们再来听一下跟其他道具的联动音效 首先是这个BARITOLEX 这个音效是一样的 然后是拳套 然后是拳套 追加音效 同种音效 那么以上就是这个Holy Wing Bistamp的全部音效了 玩法也还算是新颖 除了这个转轴没有让我很开心以外 放到磁赛对来把上面去之后 这边三种颜色的绿色 看起来也是挺好看的 毕竟万代如果要出玩截纪念套装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考虑这种强化道具的 所以应该是不太会出现台词版 目前来说喜欢大二的朋友的话 是可以考虑入手的 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是Gas 我们下一期再见 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